台防部门26号晚间发布消息 7架解放军军机当天白天进入台湾西南方向空域 包括一架运8指挥通信机 一架运8技术侦察机 一架运8远程干扰机 两架歼16战机 一架米17直升机和一架五直石武装直升机 其中五直石和米17是首次出现 引发岛内舆论高度关注 亲律媒体三立新闻网报道称 这次出海的解放军五直石武装直升机 戳号霹雳火 可携带空对空与反坦克导弹 再搭配米17运输直升机 一次可载运两个班的兵力 对台湾进行夺岛作战 一个对海一个对东南岛 这都会造成我们这方面的威胁 它以后是激将作战 空降作战夺岛作战 直接激将在机场 直接夺岛 把我们重要的港口上来 它不要再经过你的黄色海滩跟红色海滩了 前面是派大量的前驱机来掌握自空 然后获取的自空群座 直升机再来激将 夺取某些我们的外岛 这样一个作战来讲 是有可能性存在 因为毕竟它是运输直升机 跟攻击直升机 台北炒作 所谓立体垂直作战 对台速战速决 是解放军最新攻击模式 今年6月 第83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 千里机动至陌生沿海地域 演习立体夺岛 物直时的亮相引发关注 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武装直升机 物直时直升机具有良好的低空性能和作战能力 在于机组练协同练配合的同时 我们还进行了抗旋晕 锁降 登岛等方便辅助训练 这样突击部门着陆后 第一时间与直升机形成合力 达到立体突击作战效果 在27号举行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 旧解放军近期在台海进行演训活动 民进党当局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等热点问题 发言人马晓光做出回应 解放军演训活动是为了维护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针对的就是包括贩卖两国论在内的 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事业干涉 目的是从根本上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和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 只有遏制台独 台海和平才有保障 两岸关系才能重回正轨